第631章金蒙变的强大,尽管如此,天地劫地威能还是极其恐怖的,造成了唐三身体碳化的状态。 但在这个过程中,金蒙变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哪怕是面对天劫,金蒙变竟然一直都在吞噬雷劫的力量淬炼自身,融入自身。 从金煞之力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天地劫结束,唐三这超级血脉金蒙变始终都在吞噬雷劫之力, 最后这一下实在是太猛了,才没能一下就都吞噬的了,可就算如此,还是吸收了大量。 等唐三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就明显感觉到自己体内,其他血脉烙印都处于一种类似于休眠的状态。 唯有金蒙变烙印,在自己丹田之中就像是个小太阳似的,绽放着比以前更加璀璨的光辉。 唐三甚至都觉得,这玩意似乎已经进化到了近乎神级的层次了。 内运强大的煞气,又和八荒金煞结的各种雷霆微能蕴含于其中,正在被他一点点的吞噬,那真的是毫不客气。 自己修为还没有达到神级,他一个血脉烙印是怎么蜕变成神级的。 唐三在震惊的同时也开始冷静的思考,很快他就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任何微面的生物都会受到微面的影响,微面是不会允许自己内部的生物超出极限的。 妖精大陆所在的这个微面,本身已经足够强大,所以才能诞生出皇者层次的强者,可就算如此,也有上限。 唐三在融合金蒙变的时候,金蒙变的潜能就超出了这个上限,所以当时唐三才遇到了那么强烈的反噬。 如果不是自身有超神器,强行冲破了微面的压制,金蒙变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甚至会连带着他都一起毁灭。 但后来金蒙变就是完成了,完成之后的金蒙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超脱了这个微面的限制。 这才有了唐三在帮助美公子渡劫的时候,金蒙变自行吸收雷劫之力,自己也在不断进化的情况出现。 这种情况是非常奇特的,但却就是存在了。 单纯从金蒙变的角度来说,他已经完成了一次进化蜕变,不能说是真正的神级,但也绝不逊色于一般神级的境界了,这还是不考虑他超级血脉微能的前提下。 如果没有金蒙变的强大,那最后的天地劫就算是要不了唐三的命,他这身体恐怕也会变得残破了。 海神三叉戟毕竟只有一部分神异在,能守住唐三的精神之海就不错了。 但金蒙变强大的防御力却硬是连他的身体本源也护住了。 身体表面虽然受到了重创被碳化,但金蒙变却无时无刻不再修复着他的身体。 由内而外的修复,让那交叹之下的身躯在不断的复苏,从内脏到经络骨骼,最后是肌肤。 所以,美公子到来的时候,是金蒙变已经将唐三身体修复得差不多的时候了。 在这种状态下,唐三的身体机能已经基本恢复,他已经开始自己能够运转玄天弓来恢复自身。 金蒙变确实是强悍,其他血脉烙印都因为雷杰的冲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有他这个大哥在,在吸收了雷杰的威能之后,释放出来的气息竟是能够反补其他血脉烙印, 让其他血脉烙印也随之缓慢复苏。 对于唐三来说,这次损失最大的其实是神石,为了帮助美公子渡劫成功,无论是使用时空倒标还是海神的祝福, 以及最后引动修罗神剑,那都是需要动用神石力量的啊。 这一连串的操作,几乎快要将他的神石耗空了。 他还要强行压制着自己的力量不能突破,以免引来更加恐怖的雷杰。 美公子引来的雷杰都这么强大了,他这个外来者,而且还有着超级血脉,一旦引来雷杰,唐三完全明白, 在无尽蓝海上就是自己的死期,绝对没有任何侥幸的可能。 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在渐渐复苏,但神石却是少得可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残存的那一点神石,甚至有些像是他当初刚刚重生在这个外面的时候,实在是微弱的不能再微弱了。 但和那个时候不同的是,现在他的精神力足够强大,他也相当于是跟随美公子受到了一次雷杰的洗礼。 在雷杰洗礼的过程中,他的精神力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一些影响。 神石的恢复更多的是时间问题,肯定要比当初刚来到这个外面的时候要好得多。 美公子出去又回来,唐三是感觉得到的,有他在自己身边,他就觉得自己的心特别安稳,体内血脉支离运转的都顺畅了似的。 时间不长,苏秦端着一盆温水走了进来。 啊,当他看到床上的唐三面糖的时候,也不禁吃了一惊,他这事,美公子轻声道, 您小点声,他应该是身体一直都在自我修复,外面的焦炭壳退去,就露出了新皮肤了。 好好休养应该是真的没事的,苏秦只觉得自从美公子渡劫,出现那么强大的劫云之后,自己的认知就在被不断地颠覆。 一个人被雷杰轰击得全身几乎都叹化了,这还能尝回来的。 这也太顽强了吧,不过这当然是好事,您去休息吧,我在这里照顾他就行。 美公子对母亲说道,嗯,你也才刚醒过来,也别太累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稍货我给你送过来。 谢谢妈妈,美公子抱了抱母亲,此时他已经是心情大定,叫脸上也流露出笑容来。 看着女儿似乎变得更加动人的娇颜,苏秦摸了摸他的长发,轻叹一声,道,你还这么小,可落在你身上的压力却太大了。 不怕的,这不还有他在帮我吗? 美公子轻笑一声,指了指床上的糖酸。 嗯,租秦出去弄吃的了,美公子就开始用毛巾沾着温水为糖酸清洁肌肤表面,尤其是那些焦炭留下的痕迹,都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 等他擦拭到下面的时候,却是吓了一跳,因为糖酸之前没有被清理掉焦炭的那个区域,焦炭外壳已经纷纷碎裂,若隐若现。 美公子强忍着娇羞,闭着眼睛也为他清理了,毕竟,戴着纳焦炭外壳肯定是很不舒服的。 他不断地在脑海中告诉自己,他现在是昏迷的,是昏迷的,是昏迷的。 等到帮糖酸将全身都清理干净以后,美公子的翘脸已经红得如同熟透了的苹果一般。 为他连床单都更换了一下,感觉上他应该舒服多了。 祖秦送来了一些食物,美公子简单地吃了一些,主要就是喝了一些肉汤,也没有吃太多东西。 已经成就神级的他,完全能够依靠吸收空气中的天地灵气而生存,对于食物的要求变得更低了。 只需要随时略微牵引,空气中的空间属性元素就会自然而然地向他汇聚而来。 那种感觉是非常奇妙的,仿佛只要是自己能够感知到的地方,就是自己的领域一般。 等母亲走了,美公子坐在床边,开始尝试着用神识向唐三的精神之海内探查进去。 虽然之前他好像苏醒了一下似的,但他却能感受到他精神波动的微弱,要比身体的状况差了许多。 第632章精神交互,神识巧然进入唐三的精神之海,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挠,甚至他隐约之间还能感觉到在自己和他之间。 精神世界似乎有一道桥梁,当自己的神识接近到他精神之海的时候,这道桥梁就自然地贯通了,甚至是引导着自己的神识进入到他的精神之海内部。 此时唐三的精神之海显得空荡荡的,精神力明显稀薄,精神波动自然也就微弱,美公子小心地用神识去向内部延伸,他顿时有些震撼了。 唐三的精神之海内虽然精神力显得十分虚弱,但精神之海的面积却仿佛无边无际一般。 要知道他还没有蜕变成神啊,他的精神之海却宽阔到这种程度,而伴随着他的神识进入到唐三的精神之海内, 美公子神识之海中的修罗神剑剑翼似乎也在略微地拨动着,带来一丝修罗神剑的气息跟随着他的神识一同进入。 随着修罗神剑气息的到来,唐三的精神之海内精神力顿时开始有些涌动起来,似乎是受到了刺激式的,开始潜移默化地出现着一些变化。 美公子默默地感受着,唐三的精神力似乎是受到修罗神剑的影响在复苏、生疼。 而自己带来的修罗神剑气息,似乎成为了他临时的精神核心,催动着精神力加速恢复。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自己和他的精神力有所连接吗? 还是因为曾经神识的接触,亦或是素食因缘带来的? 事实上,他猜的都不完全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唐三此时的状态十分特殊。 他现在的神识消耗太大,剩余的精神力也有些群龙无首的感觉。 现在的唐三虽然是清醒的,但也只能一点点的引导精神力逐步恢复。 但当美公子的神识进入时就不一样了,修罗神剑曾经不只是美公子前世所掌控的神器,更是唐三的神器啊。 修罗神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唐三,所以,他进入到唐三的精神之海就像是回家一样。 唐三因为自身神识太弱,对精神力引导困难,但当修罗神剑的气息到来之后,他就直接接管了对于精神力引导的使命,自然而然地就将精神力带动起来,迅速复苏,汇聚。 甚至是朝着神识转化,唐三之觉得精神之海奔腾汹涌,顿时更清醒了几分,也是随之大喜。 精神力就围绕着修罗神剑的剑意进行波动,恢复,逐步将散乱的精神力理顺,以自己微弱的神识为中心重新构建起精神体系。 这个过程如果让他自己慢慢来,恐怕十天半个月能完成就不错了,但有了修罗神剑的气息帮助梳理,竟是在短时间内就已经完成了。 只要唐三想,他现在就能苏醒过来,接下来精神力和神识的恢复,就是时间问题了。 美公子自然也感受得到唐三的精神力在朝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他索性就不动了,保持着自己神识在唐三的精神之海内,同时也观察着他精神之海的变化。 渐渐的,美公子发现,唐三的精神之海深处,精神力开始盘绕成一个漩涡,就围绕在自己的神识周围,修罗神剑的剑意变得更加强盛了几分,引导着这些精神力越来越多的恢复。 精神力越来越强,唐三的精神之海也逐步重新变得明亮起来,美公子的神识在这里丝毫不显的突兀,就那么保持着精神上的交互,隐约之间,美公子甚至都能感觉到自己的神识似乎是获得了一定的反馈,神识波动变得越发活跃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唐三的精神之海中央,一块小小的晶体缓缓出现,从只有很小的一点,在缓慢地壮大着。 那是唐三的精神核心,精神核心的核心就是他的神识了。 只不过现在精神核心看上去十分微小,内部的神识也几不可见。 但总算是把精神核心恢复过来了,接下来恢复精神力就只是时间问题,没有修罗神剑的建议存在也不影响唐三的恢复速度。 当然,有修罗神剑的气息在这里,他的恢复速度会快得多。 美公子的神识像当于是在辅助着唐三精神力进行神识的转化,这要比唐三单纯的转化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就这样,美公子清晰地感受着唐三精神核心在逐步变大,精神之海逐渐稳定的过程。 这样的过程是非常奇妙的,就像是在创造一个世界,而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核心。 渐渐地,当精神核心逐步变大到一定程度后,美公子隐约看到有一丝金色的光影浮现,那金色光影出现之后,修罗神剑的剑意明显像是受到了一些刺激式的,不断与其接触,释放出更强的情感。 唐三的精神核心壮大速度也进一步地提升了,精神之海内渐渐有了胀满的感觉。 就这样,在美公子的辅助下,两人之间的精神交互足足持续了一天一夜。 当唐三的精神之海内重新充满精神力,精神核心也恢复了本来大小之后,美公子才将自己的神石退了出来。 等他睁开双眸,在看床上唐三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是面色红润,气息悠长,明显是要好得多了。 竟然还能这样帮他恢复的,真是神奇啊。 美公子心中暗暗惊叹,但同时也惊叹于唐三对自己的神石境是丝毫不设防, 而且两人的精神力与神石之间,那种交互十无分彼此的感觉让他有种特别美妙的感受。 精神上的接触没有任何的阻碍,这几乎和身体坦诚相见似乎都没什么区别了。 一天的时间,唐三的头发和眉毛都长出来一些,看上去也顺眼多了,他的面部线条柔和,轮廓分明,美公子就那么看着他,不禁有些发呆。 精神力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向神石的转化。 美公子也不知道他的神石需要恢复到什么程度才能回到原本的状态。 但他能感觉到现在唐三体内的气血波动受到精神力恢复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盛,甚至比以前还要强盛一些。 接下来的几天,他一直都留在唐三身边,每天通过修罗神剑的建议与自己的神石帮助唐三刺激精神核心进行精神力向神石转化。 但唐三却始终都没有醒过来,就像是陷入了深度冥想似的,一直在默默地恢复着。 终于,对于美公子来说,重要的日子还是来临了。 母亲已经两次前来叫过他了,美公子看着床上的唐三,轻声道,你好好休息,我要去参加典礼,继承孔雀妖族的组长了。 等仪式结束之后,我再回来看你,你要好好的,快一点醒过来哦,最好我回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清醒了,那就是对我最好的贺礼呢。 放心吧,我一定能够顺利继承的,现在我可是神级美公子了呢。 摸了摸他头上刚刚长出来的发茶,发茶刺激掌心,有点痒。 你知道吗,你现在的样子很乖呢,我的百科全书。 轻笑一声,美公子站起身,返回自己的房间去收拾了。 第633章典礼开始,今天,对于他,乃至于对整个孔雀妖族来说,都将是极其重要的一天, 决定着整个种族的未来。 家里城今天闲得格外安静,是的,就是安静。 族长将要进行更迭,对于家里城来说绝对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早在很多天以前,就已经开始有消息散布, 说孔雀大妖王将要传承的对象是各人类,人类,如何能够统一孔雀妖族? 如何能够成为未来家里城的主人? 这是祖庭所无法容忍的,更是家里城的耻辱。 各种散乱的消息满天飞,而孔雀妖族官方也没有进行辟谣。 时间更是拖延到了五天之后, 甚至之前大海上出现的那次剧烈能量波动都被说成是天罚, 上天对于孔雀妖族错误决定的惩罚。 所以,今天虽然到了正日子,但却并没有出现热闹的景象。 甚至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将会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内卷。 所以,哪怕是很多大贵族,都严令自己的族人、家属在今天不得外出,留在家中。 家里城这些大贵族们,现在分成了三派, 一派自然是支持孔雀大妖王的,是这位城主的嫡系。 譬如灵溪路妖、黄金路妖这两脉就是如此。 他们早就已经和孔雀大妖王捆绑在了一起,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然后就是中立派,中立派的数量是最多的, 有些是没有弄清楚具体情况的, 只是知道孔雀大妖王选择的继承人是他一个有着人类血脉的女儿, 并不是嫡出。 最后就是反对派了, 反对派的声音来自于孔雀妖族内部, 反对声音早就已经出现了, 却被孔雀大妖王一直压制着。 而今天,继承大典将要开始, 所有的矛盾如果想要爆发, 也没有别的时间选择, 只能是在今日一起大爆发出来。 所以,此时的家里城, 正处于暗流汹涌之中。 而这暗流随时都有可能变成滔天巨浪, 美公子换上了一身银色长裙, 这是孔雀妖族最正宗的贵族长裙, 长长的裙摆拖拽在身后, 银色的花纹遍布在华丽长裙的每一个角, 角落。 孔雀大妖王告诉他, 先祖孔雀大妖王当年在继承王位的时候, 穿的就是这样的长裙。 当身材高挑的美公子穿上这身长裙的时候, 简直是美艳的不可放物。 准备好了吗? 孔雀大妖王今天也是一身盛装, 同样是银色的华服, 头顶上更是戴着冠冕, 这是孔雀妖族组长的冠冕, 同时也是一介神器, 天心脸, 乃是孔雀妖族至高无上的组长象征。 美公子看向父亲, 微笑道, 没什么可准备的。 好, 今天之后, 你就是孔雀妖族的组长了, 记住你曾经答应过我的事,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 都要好好的守护我们孔雀妖族。 嗯, 美公子点点头, 此时此刻, 他的心情又何尝不是激荡的。 但在激荡的同时, 又略微有些失落, 他忘不了自己在刚刚获得天机灵认可的时候所看到的画面, 在自己万众瞩目, 各族臣服的时候, 他应该是在自己身边的。 可惜的是, 现在的他却深受重创, 只能缠绵于床榻。 深吸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那就早一些结束吧, 早点结束, 自己也好早点回去陪他。 在孔雀妖族的祖地古堡前方, 是一片宽达的广场, 整个广场成梯形, 正对着嘉里城的方向。 这巨大的平台上, 早已做好了提前的布置, 一座高台耸立在广场靠近古堡的方向, 面对着嘉里城。 红色的地毯从古堡一直延伸到高台, 而在高台前方两侧, 整齐的布满了席位, 左侧的, 都是孔雀妖族的族人, 右侧则是嘉里城各大家族前来观礼的代表。 今天的天气很好, 阳光洒在这半山腰的广场之上, 背后是巨大的古堡, 庄严肃木又充斥着欣欣向荣的味道。 坐在广场两侧最前排的, 都是嘉里城最有声望和孔雀妖族地位最高的存在。 此时的气氛却有些压抑而凝重, 关里的大贵族们窃窃私语, 但声音都放得很低, 一个个脸色都显得有些复杂, 有些是担忧的, 有些是亢奋的, 也有醋眉的。 而孔雀妖族这边, 气氛却是格外的凝重, 坐在前排年纪较大的长老们, 一个个面容肃木, 却很少有交谈的。 孔雀妖族这边, 前排首位端坐着的, 是一名年容娇好的女子。 她看上去大约在40岁左右, 一身盛装银色长裙, 双眸闭合着, 宛如入定一般。 但只是坐在那里, 却有一种无形的气场存在。 这位就是当今孔雀大妖王的王妃, 也是孔雀妖族之中, 地位仅次于孔雀大妖王的存在。 对面不少大贵族的目光, 都是不时地朝着她的方向看来。 今日的典礼仪式能否顺利进行, 和这位将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位王妃在孔雀妖族之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她传承着那位曾经的 孔雀大妖王的血脉。 是的, 孔雀大妖王虽然也是族中敌传, 但却并不是原本孔雀大妖王那一脉的, 只是因为她的先祖更加优秀, 后来才被选出来继承王位。 而她能够继承王位, 和自己这位王妃有分不开的关系。 这位王妃乃是皇者敌传, 有了她的支持, 孔雀大妖王的王位才得以坐稳。 这位王妃, 更是当今孔雀妖族的首席长老, 也是大妖王层次的强者。 大妖王巅峰境界, 嗡, 悠长的长号声响起, 36名身形壮硕的雄族壮汉, 吹响了仪式开始的前奏。 顿时, 整个大广场都安静了下来, 而那位端坐在左侧守卫的王妃也终于睁开了眼眸。 她的眼神十分平和, 只是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情绪波动存在。 嗡, 第二声长号嗡鸣响起, 声音远远传去, 哪怕是在家里城的角落之中也能清晰地听到。 嗡, 第三声响起, 在场所有贵族, 也包括孔雀妖族这边, 全都站了起来。 三声号响, 代表着典礼仪式即将正式开始。 古堡的大门在这一刻缓缓开启, 引导着所有目光的注视。 盛装的美公子挽着孔雀大妖王的手臂, 缓步从古堡内走了出来, 一步步地朝着高台的后方走去。 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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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号声响起, 孔雀大妖王面带笑容, 在女儿的搀扶下, 缓缓走上高台, 两侧, 一位为孔雀妖族的族人背后, 淋雨打张, 孔雀开屏。 当他们走上高台的时候, 在场所有官吏者都微微低下头, 朝着高台上的孔雀大妖王致意。 唯有那位王妃, 始终挺直着身体, 目光平和地看着台上的妇女。 好声收歇, 孔雀大妖王的目光从在场所有官吏者身上扫过, 先是看向的左侧, 孔雀妖族的族人们, 然后才看向右侧, 生活在孔雀妖族之中的贵族们。 今日, 是我族最重要的盛事, 感谢各位前来观礼的嘉宾。 孔雀大妖王的声音远远传去, 右侧的贵族们再次躬身, 向他致意, 第634章王妃, 孔雀大妖王是一枚公子放开自己的手臂, 然后上前一步, 双臂张开, 仿佛是要拥抱家里城市的, 众位请坐。 两侧人等着才坐下, 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 孔雀大妖王看着远方的嘉里城, 眼神之中带着几分异样的光彩。 是啊, 这一刻他还是掌控这巨大主城的主宰, 而今天, 却是要进行权力更迭的时刻了。 在他的内心之中真的担心吗? 权力, 对于任何种族, 任何存在来说, 都是难以割舍的啊。 自从三十年前, 我执掌孔雀妖族以来, 三十年, 兢兢业业, 不敢有半分懈怠。 我族无皇, 虽是偏安易于, 但却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是在大家的帮助下, 让我家里城, 让我孔雀妖族才有了今日的盛况。 各族安居乐业, 我孔雀妖族也能更好的繁衍生息。 作为族长, 作为城主, 我身上肩负着沉重的责任。 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 无论怎样, 我都要让孔雀妖族更好的传承下去, 让孔雀妖族依旧站在最强的种族序列。 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着, 想要更进一步, 去跨入那个层次, 唯有如此, 才能让我孔雀妖族在无后骨之忧。 但是, 我没能成功, 我的天赋终究未能支撑着我走到那个层次。 只能退而求其次, 更好的经营家里城, 让这里的一切变得更加和谐。 今日, 我可以挺起胸膛, 对先祖说一声, 这三十年来, 对于孔雀妖族, 对于家里城, 我问心无愧。 此言一出, 在场所有贵族, 也包括孔雀妖族都在此躬身, 向他致意。 孔雀大妖王说的没错, 在他那一代的孔雀妖族之中, 他绝对是最出色的一个。 自从继承了孔雀妖族组长之位后, 他所做的一切, 也确实是让孔雀妖族乃至于家里城蒸蒸日上, 三十年来, 让整个孔雀妖族大变样, 也让家里城能够有着现在不逊色于其他主城的繁荣。 更是缔造了天与帝国最富有的商队,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家里城各族在这方面, 对他无不是心悦诚服。 哪怕是王妃, 在这时也是微微躬身, 表达着对他这番话的认可。 感受着观理者们的情绪, 孔雀大妖王嘴角处地流露出一丝骄傲的微笑, 三十年来, 他所做的一切, 都被这些家里城生活着的各族看在眼中, 一句问心无愧, 是他最大的骄傲。 我终究还是老了, 我本想再为家里城, 为我孔雀妖族奋斗十年百年。 但是, 外敌的到来, 却不允许我再继续下去。 家里城, 乃是我孔雀妖族的根基, 我不能让任何存在夺走。 哪怕是皇者也不行, 所以, 有了上次那一战, 那一战, 我借先祖之力击退了强敌, 但也伤及本源。 为了能让种族更好的延续, 在更优秀的族人手中领袖, 才有了今日的仪式。 今天, 我将让出这族长之位, 传承给更适合的族人。 族长三思, 孔雀妖族方面, 所有的族人同时公身行礼, 恭敬地说道。 孔雀大妖王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冷笑, 他当然听得出, 在这劝说之中是有多少不舍, 又有多少不满。 我意已决, 不用再劝, 我可以肯定的是, 在新任族长的带领下, 孔雀妖族将会走向更高的巅峰。 不久的将来, 必将重新站在天与帝国最高层次之上。 一边说着, 他转身看向自己身边的美公子, 下面我宣布, 从今日起, 我将从孔雀妖族组长之位退位, 将组长之位传承于, 等一下。 一个冰冷的声音就在这时打断了孔雀大妖王的声音。 孔雀妖族之中, 那坐在守卫的王妃已经重新站了起来, 越向高台的方向。 孔雀大妖王和王妃夫妻二人四目相对, 孔雀大妖王的脸色一下就沉了下来。 虽然这是在他意料之中的情况, 可当王妃真的站出来阻止他的时候, 孔雀大妖王的脸色还是变得异常难看起来。 这是当着所有家里成贵族的面, 对于孔雀妖族, 对于他这个孔雀大妖王来说, 无疑是极大的耻辱。 王妃目光灼灼地看着孔雀大妖王, 沉声道, 族长更迭, 对于任何种族来说, 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都需要经过长老会的讨论, 最终攻推人选, 但王上却似乎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今任族长难道不需要获得长老会的支持吗? 孔雀大妖王沉声道, 我早已通知过长老会我的决议, 族长更迭确实是需要长老会的支持, 但同样的, 按照我族规矩, 下一任族长的人选由上一任族长指定, 长老会要做的是配合, 而不是质疑。 你身为长老会首席长老, 难道要质疑我的传承? 王妃淡然道, 正是如此, 我只问王上一个问题, 无论是王上自己的后代, 还是我族众多优秀的后代, 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成为继承人的吗? 为何要选一个附庸作为族长? 这在天与帝国各族的历史上 都是从未出现过的, 更何况我族还是皇者传承。 身为首席长老, 我有权质疑族长的错误决定, 亲任族长关系到种族传承, 关系到我族的未来。 一名非纯屑的族长, 如何能扶众, 能拜领我族, 孔雀大妖王没有发怒, 只是目光平和居高临下地看着王妃, 不错, 小美身上确实是流淌着人类的血脉。 不仅如此, 她身上环流淌着白虎大妖皇身上的血脉。 我相信, 在场所有也都已经得知并确认了消息。 不久之前, 她在祖庭精英赛上, 获得了个人赛和双人赛两项冠军。 战胜了所有皇者的传承, 成为了祖庭精英赛历史上第一个双料冠军。 这样卓绝的天赋, 如何不能带领我孔雀妖族走向繁荣。 王妃淡淡地道, 无论她多么优秀, 她都不是纯粹的我族族人。 对于一个种族来说, 血脉的纯净才是首要的。 唯有纯净的血脉, 怎能让我族的传承纯粹。 所以,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同意她继承族长之位。 这也是长老会的意思, 望族长三思, 族长应该知道, 如长老会超过八成长老意见统一, 有弹和族长的资格。 孔雀大妖王笑了, 王妃的意思是, 连我这个族长也要弹和了。 那你告诉我, 谁能继承这个族长之位, 外忧尚未化解, 我们就要内部轻压了吗? 看着她脸上的笑容, 王妃眉头微醋, 她很了解自己的丈夫, 如果从能力来说, 她甚至是十分钦佩丈夫的, 论修为, 她自问不比丈夫差多少, 但是, 论领导力, 论能力, 她却自叹俘虏。 这三十年来, 孔雀妖族在孔雀大妖王的领导下, 确实是取得了巨大的提升, 这也是为什么祖庭都对他们有所忌惮的原因。 如果不是孔雀大妖王的努力, 恐怕家里程早就已经丢了, 而不是等到金凤大妖皇的出现。 可不止一位妖皇级别强者没有组成, 孔雀大妖王此时的从容不迫, 让自认为早已做好了准备的她内心突然有了一丝不安。 王妃冷冷地道, 为了种族的延续, 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 请族长三思, 第635章长老们的选择, 孔雀大妖王摆摆手, 道, 也不用三思什么了。 孔雀妖族, 所有长老出列, 但随着她一生命下, 孔雀妖族这边, 坐在前排的众位长老都纷纷站起身来。 想要成为长老, 至少也是神级以上的修为才行, 此时站起身的孔雀妖族长老, 足有16位之多, 加上王妃, 就是17位。 也就是说, 在孔雀大妖王之外, 还有17位神级以上强者, 其中不乏大妖王层次的存在。 众位长老面对孔雀大妖王, 都微微躬身致意。 孔雀大妖王淡然道, 按照王妃所说, 你们之中, 有超过八成不认为小美是和继承组长之位, 还是说有超过八成反对我这个组长。 王妃下首位的孔雀妖族长老, 大妖王级别存在, 光寒跨出一步, 恭敬地道, 族长,正如您刚才所说, 在您的领导下, 30年来, 我族蒸蒸日上, 家里成繁荣昌盛, 这都是您的功劳。 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不会反对您, 没有任何存在比您更有资格作为孔雀妖族的族长。 但是, 王妃说的也是我们想要说的, 孔雀妖族的血脉需要纯净, 所以, 我们是希望, 能够由纯血族人继承族长之位。 孔雀大妖王看着汪涵, 眼中流露出一丝失望之色, 族兄, 没想到连您也会质疑我的决定。 你可知道, 我之所以选择让小美继承王位, 没有任何的私心, 完全是因为, 只有她才能带领孔雀妖族更好地走下去。 才能让孔雀妖族真的有机会重新站在巅峰。 汪涵低着头, 没有再开口, 但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孔雀大妖王又看向王妃, 她何否决我的决定, 需要八成长老是吧? 想必您很有把握了, 那就来吧, 只要有八成长老反对我今日的族长传计, 今日就到此为止。 听了她这句话, 王妃耸然一惊, 她确实是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她却并没有想过要弹劾孔雀大妖王。 在孔雀妖族和家里城, 孔雀大妖王威望极高, 她也不想和丈夫撕破脸。 王妃有把握的是让孔雀大妖王不把族长之位传给美公子, 但却绝对没可能剥夺孔雀大妖王的族长之位, 甚至, 如果不是孔雀大妖王商级根本命不久矣, 她很可能连前者都做不到。 可是, 看着此时如此冷静的孔雀大妖王, 她却突然发现, 难道自己原本的把握也做不到吗? 而此时, 孔雀大妖王却并没有给她多做思考的机会, 已经冷声说到, 支持小美继承我族长之位的长老站到右侧来, 不支持的, 原地不动, 就在王妃身后。 我们今日公爵, 此言一出, 众位长老都不禁抬起头来, 看向了孔雀大妖王。 王妃回过身来, 目光灼灼地看向众位长老。 汪涵抬起头, 眼神有些复杂地看向孔雀大妖王, 面露苦涩之色, 道, 王上, 道歉。 孔雀大妖王没有理会她, 只是脸色平静地看着其他长老们。 而就在这时, 王妃之外的十六位长老之中, 一道身影缓缓走了出来, 走向了右侧。 在这位走出来的瞬间, 无论是王妃还是汪涵, 瞳孔都不禁瞬间收缩。 汪涵失声道, 羽妹, 你, 是的, 这位率先走出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同样作为大妖王层次的存在, 汪涵的亲妹妹, 汪雨。 当初金凤大妖王前来的时候, 他与兄长汪涵曾经一起对抗过冰凤和火凤两位大妖王。 此时第一个走出来的, 竟然是他。 汪雨走到右侧, 目光平静地道, 我支持组长的一切决定, 因为组长的决策是正确的。 你们扪心自问, 三十年来, 组长可做出过错误的决定。 哥, 你应该最明白我的话, 我知道, 如果今日一事不成, 最有希望继承王位的将是侄儿, 可是, 我不能违背组长的意愿, 对不起了。 是的, 汪涵为什么会站在王妃这一边, 就是因为王妃允诺了他, 只要不让美公子继承王位, 那么, 继承者就将推选汪涵的嫡子。 王妃最大的短板就在于, 他为孔雀大妖王所生下的嫡子一个比一个差, 就像当初的汪涵, 那已经是嫡子之中比较出色的了, 但和美公子一比, 实在是天差地远。 但汪涵这边不同, 汪涵有一子, 比美公子要大上七岁, 非常的优秀, 自幼就被汪涵严格教导, 现在已经拥有了相当强大的实力。 汪涵一直都是支持孔雀大妖王的, 但是, 真到了这种时候, 谁会没有私心呢? 只是汪涵万万没想到的是, 魏梅竟然会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一时之间, 他的脸色不禁一阵轻, 一阵红, 说不出话来。 而就在这时, 一道道声音缓缓走出, 走向了右侧。 16位长老之中, 包括排在汪涵身后第三位的那位看上去最为年长的老者在内, 又有八位走到了右侧。 17位长老, 有九位站在了右边, 表示了对组长的支持。 看到这一幕, 一直能够保持冷静的王妃也不禁色变, 虽然当孔雀大妖王说出公爵的时候, 他猜到了有可能会出问题, 却也没想到超过了半数的长老竟然都选择了站在孔雀大妖王一边。 这些长老之前都是已经都通过的, 表示了对自己支持的啊。 怎么会, 二叔, 您不是说血脉纯净是最为重要的吗? 王妃忍不住向那位之前排在长老第三位的老者说道。 老者叹息一声道, 王上给了我一个没办法不认可的理由。 我相信王上所做的抉择, 确实都是为了我族的未来。 你, 王妃不由得为之气节, 他扭头看向孔雀大妖皇, 不知道王上能不能也给我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孔雀大妖王叹息一声道, 我就算给你任何理由, 你也不会赞同我的决意, 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的目光冷冷地从那些依旧站在王妃这一侧的长老 门身上扫过。 大敌当前, 你们每一个都应该知道, 对于我族来说,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外部, 来自于那想要霸占家里成的对手, 但你们明知如此却罔顾我族根本利益 而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表示反对。 你们是要将我孔雀妖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才甘心吗? 那几位长老一时之间都有些说不出话来, 面对孔雀大妖王强大的气场压迫, 脸色都有些难看。 孔雀大妖王再次看向王妃, 现在选择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的弹劾恐怕不能成功, 我的大长老。 王妃冷冷地道, 就算弹劾不成功, 我族有规矩, 如对组长继承人有意义, 长老会可以提醒进行白鸟朝阳大典, 以确立组长继任者是否有继承的资格。 孔雀大妖王脸色平静地道, 你真要这样做。 你可知道, 提出白鸟朝阳就意味着对组长权威的触犯, 意味着如果失败, 提出的长老将被剥夺长老之位, 并且要承担一切后果。 第636章白鸟朝阳, 王妃淡淡地道, 在你否觉了我的孩子有继承权的时候, 可曾想过作为一个母亲内心的悲伤。 远有我的支持, 当初的你何得何能可以做上组长之位, 为了一个人类女子, 你却让我族将要陷入连继承者都不能是纯穴的境地, 你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 一边说着, 王妃右手在空中去抓, 玉柄银色拳杖凭空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银色拳杖看起来十分绚丽, 上面还有银色的孔雀鸟手, 杖头后方, 一根根银色铃鱼舒展开来, 化为开平之状。 无以孔雀妖族大长老之名, 向族长继承者提出百鸟朝阳大典的决议。 一边说着, 他高高地举起手中拳杖, 看着这柄拳场, 在场的所有孔雀妖族, 也包括孔雀大妖王在内, 无不微微攻身。 这柄拳杖, 是来自于孔雀大妖皇的传承, 是那位曾经的神器, 也代表着他。 孔雀大妖皇的族长之位虽然没有传给自己的敌传子弟, 但却将这柄拳杖留了下来, 感念他曾经为孔雀妖族所做出的功绩, 就算不为族长, 他的后代也一直为族中大长老, 并且执掌这柄拳杖。 本身也有制衡族长的意思, 这一代的大长老成为了族长的妻子, 早年兼权力集中, 也让现在的孔雀大妖王能够大展拳脚, 让孔雀妖族发展的欣欣向荣。 这位王妃也并没有夸张, 如果没有他的支持, 孔雀大妖王想要成为族长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看着那拳杖, 孔雀大妖王眼中流露出几分复杂之色, 轻叹一声, 道,非要如此吗? 王妃的眼神之中带着倔强, 正是要如此, 如果白鸟朝阳证明我是错的, 我愿辞去大长老之位, 任凭处罚。 如果我是正确的, 那么,族长之位必须另选。 孔雀大妖王看着他, 声音突然变得柔和了许多, 这么多年, 我确实是有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 但是, 自从当年金凤带给我巨大的威胁时, 我就必须要做出一些决断。 而有些事, 是我没办法告诉你的,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从始至终, 我从来最爱的人都只是你, 你相信吗? 王妃目光冰冷地看着他, 族长, 这是本族最重要的继承大点, 不用说这些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了。 你爱我, 如果你爱我, 怎么会把心思都放在那个女人身上? 还让他的女儿做了本族的继承人,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就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培养我们的孩子, 而不是听之认之, 把精力都放在一个混血的小杂种身上。 我意已决, 白鸟朝阳必须举行, 除非他主动放弃组长的继承权, 我接受白鸟朝阳, 美公子脸色冰寒地冷然说道, 孔雀大妖王没有去看美公子, 他的目光一直都停留在王妃身上, 他的眼神之中, 带着几分复杂的光彩, 长叹一声道, 这些年, 是我亏欠你的多了, 而且我恐怕也没有时间去海了。 白鸟朝阳, 这既然是你的决定, 那么, 好。 说完这句话, 他的神色重新恢复正常, 威严的目光扫向所有的观理者, 审声道, 白鸟朝阳, 乃是我族对于族长最终极的检验。 在三日之内, 任何族人都可以向族长继承人提出挑战, 在修为境界等同的前提下, 族长继承者不得拒绝任何挑战。 直到没有挑战者为止, 每一场战斗之间, 间隔一零时间, 有关于白鸟朝阳, 很多外族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是孔雀妖族, 或者说是所有鸟类妖怪族之中最高级别的对族长的确全认可之战。 种族的传承是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 当族中内部意见不统一的时候, 就有多重方法来进行决定。 白鸟朝阳就是最为严酷的一种, 提出白鸟朝阳, 必须是长老级别。 无论白鸟朝阳最终的成败如何, 提出的这位长老, 都要承受族中严重的惩罚。 白鸟朝阳如果证明族长继承人确实是没有继承资格, 那么惩罚会轻一点, 最多就是降低长老排名。 但如果白鸟朝阳证明族长继承人是有资格继承组长之位的, 那么, 这位提出的长老将会由新任族长决定来进行如何处罚。 就算是死刑也是可以的, 所以, 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 白鸟朝阳几乎是不会出现的。 毕竟这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的, 而白鸟朝阳连续三日的挑战, 对于族长来说也是极为严苛的要求。 妖怪族一向崇尚实力, 实力是作为族长的根本要求, 白鸟朝阳的意思, 就是摆明挑战者进行挑战。 虽然实际上未必真的是一百这个数字, 但多场车轮战是不可避免的。 左围一灵时间, 指的是挑战者在失败之后, 点燃一根自己珍贵的淋雨燃烧的时间。 格局修为不同, 燃烧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大约就是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左右, 也就是说, 美公子在接受了白鸟朝阳挑战之后, 几乎要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接受挑战。 当然, 这也不是绝对都是由继承者自己接受挑战的, 也可以是他的支持者来接受挑战, 但支持者接受挑战, 如果输了, 将直接除以死刑。 因为这是对白鸟朝阳的亵渎, 所以说, 这种挑战是极为残酷的, 敢于冒险为组长继承人代替挑战者, 那必然是组长继承人绝对的死忠, 因为失败了就必然要死。 这也是变相的证明组长继承者所掌控的实力有多少的方式。 孔雀大妖王向旁边让开两步, 右手向高抬一指, 这里就将作为白鸟朝阳挑战的战场。 从现在开始计时, 挑战者随时可上, 这里就交给你了。 最后一句话是对美公子说的, 说完, 孔雀大妖王身上荧光闪烁, 下一瞬, 已经来到了台下, 就来到了手持权杖的王妃身边。 王妃看着近在咫尺的丈夫, 眼底的倔强终于是略微颤动了一下, 但还是立刻就恢复了正常。 高抬之上, 美公子上前两步, 来到了高抬的正中位置, 也就是之前孔雀大妖王所站立的地方。 目光平静地看向台下的孔雀妖族, 淡然道, 我的白鸟朝阳, 不屑于本族, 只要是家里城的著名都可以向我提出挑战。 我为妖王, 一边说着, 他的双眸之中, 荧光泵射, 头顶上, 白金色光芒闪烁的冠冕徐浮现而出。 金关妖王, 汪涵几乎是脱口而出, 声音中充满了震惊, 妖怪族突破成神, 那就是妖王级别强者, 在寄生是大妖王, 然后是大妖皇。 这是神级三阶, 但妖王和妖王也是有所不同的, 就像当初美公子在神级之下具有孔雀金关时一样, 孔雀妖族拥有孔雀金关, 就意味着拥有最为纯正并且完全能够操控的血脉之力。 这也是为什么孔雀大妖王能够在美公子拥有人类血脉的情况下依旧可以指定他为继承人的原因。 说是有人类血脉, 可孔雀妖族血脉却是极为纯正的。 第637章 白金冠冕 而孔雀妖族在成就妖王的时候, 如果血脉纯化继续进化, 并且诞生出这种直接以空间能量形成的冠冕, 那就是金关妖王了。 金关妖王几乎是必成大妖王级别的存在, 而且,金关妖王只有最纯正的王族血脉才能诞生, 意味着身份地位,还有,实力。 金关代表的是潜能, 金关越是完整,就意味着潜能越强。 当初的孔雀大妖王也是曾经的金关妖王, 但是,他的尽管是金色的, 而此时的美公子, 头顶上的尽管赫然是白金色, 而且看上去宛如实体,极为的凝实。 看到这一幕,无论是王妃还是汪涵以及一众支持王妃的长老们, 脸色都变得异常难看起来。 他们更是已经明白为什么其他的长老会违背约定转而支持孔雀大妖王了。 白金色的孔雀金关, 在整个孔雀妖族的历史上都只是出现过一次, 没错, 就是曾经的那位孔雀大妖皇。 他用曾经的实际情况证明着, 拥有了白金色的孔雀金关就意味着未来有成皇的可能。 对于孔雀妖族来说, 还有什么比拥有一位属于自己的大妖皇更重要的事情呢? 那些支持王妃的妖王们, 甚至都有些哀怨地看着当代的族长孔雀大妖王, 似乎是在问, 为什么他没有在之前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也知道了这个情况的话, 说不定也会支持的啊。 孔雀大妖王却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与他无关一般, 只是静静地站在王妃身边。 金关一出, 原本早就已经跃跃欲试的孔雀妖族年轻一代无不戈然而止。 同阶挑战, 妖王自然只有妖王才有资格挑战。 妖王之下与妖王之上, 那是完全两个层次。 卷脉越是强大, 这个层次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 更何况, 美公子乃是获得了祖庭精英赛冠军的存在, 这一点是已经经过了确认的。 就算是车轮战, 那也要能够消耗得了他才行啊。 妖王级别的恢复能力, 和九阶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白鸟朝阳在这个时候似乎都已经成为了笑话, 别说孔雀妖族了, 就算是整个家里成家起来, 都找不出上百位妖王级别的强者。 美公子的目光平静地看向孔雀妖族的族群之中, 孔雀妖族有多少位妖王呢? 钻上长老之中的, 一共也只有十几位而已。 白金色的孔雀金冠一出, 瞬间震射全场, 王妃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孔雀大妖王从始至中都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并不是因为她说服了那些长老支持她那么简单, 而是因为美公子是真的有当这个族长的底蕴和实力。 但也正因如此, 王妃此时内心中的恨意更是滔天而起, 她恨, 为什么不是自己和她的孩子拥有这样的能力? 为什么是一个她和别的女人的孩子被拙力培养得如此优秀? 王妃看着身边的孔雀大妖王, 双眸都因为愤恨而开始变红, 握住全杖的手掌已经因为用力过度而变成了清白色。 孔雀大妖王感受着她的目光, 扭头看向她, 此时此刻, 这位一代族长的眼神之中, 带着复杂, 甚至还带着几分悲伤之色。 为王妃诧异的是, 在眼前这种情况下, 孔雀大妖王竟然伸出手, 握住了她的手掌。 王妃几乎是下意识的血脉之力迸发, 就要挣脱, 但却被孔雀大妖王的手握得紧紧的。 不要急, 我会告诉你一切的。 老海中响起孔雀大妖王的声音, 声音轻柔, 就像他们当年刚刚在一起时候的那样。 王妃呆了呆, 不知道为什么, 在听到她这个声音的时候, 王妃的心突然柔软了一瞬间。 但看着台上那说说放光的白金色金冠, 柔软瞬间化为坚硬, 你们还在等什么? 这是检验族长最好的时机, 就算是妖王, 他也是刚刚进阶才对。 那位族中的族老, 也是三长老, 目光看向对面的王妃, 轻轻地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孔雀大妖王说服他们的, 并不是这一顶白金色的孔雀金冠啊。 就在几天前, 孔雀大妖王找上他, 没有任何劝说的话, 只是拿出了一个珍贵的流影球, 给他观看了一幅被记录在流影球之中的画面。 那个画面之中, 记录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杜劫, 尽管只是杜劫过程中的一部分。 但却已经足够了, 因为在那之前, 所有家里城之中的强者们都曾经看到了无尽蓝海方向那惊天动地的恐怖劫云。 所以, 站在台上的那个虽然有着人类血脉, 但也有着孔雀金冠的姑娘, 拥有的并不是堪比曾经孔雀大妖王的天赋, 而是更超越在其之上, 并且已经渡截成功, 跨过最艰难的那道门槛的存在啊。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存在, 更有资格继承组长之位的呢? 这不但会是一位皇者, 而且很可能是超越目前已知皇者, 带着孔雀妖族站在整个妖精大陆最巅峰的存在啊。 无论他们有什么私心, 也不可能不支持, 更是不敢不支持啊。 而那些没有被孔雀大妖王通知到的长老, 是因为他已经认为没必要去通知了。 超过一半的长老支持, 就已经足够了, 毕竟, 他不想美公子继承组长之位完全依靠自己, 而是要给他一个展现的舞台。 而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白鸟朝阳更适合他展现自我的时候呢? 荧光闪烁, 一道身影上了高台, 那赫然是一名青年, 看到这名青年上台, 汪涵的神色略微僵硬了一下。 这青年看上去二十多岁的样子, 身材修长挺拔, 相貌英俊, 一头孔雀蓝色的短发疏拢得十分整齐, 对于他, 在场几乎所有孔雀妖族的族人都认识, 这位, 正是汪涵的儿子, 也是王妃心目中属意的继承者。 在天赋, 能力方面, 都有资格继承组长之位的年轻一代第一人。 是的, 如果没有美公子在祖庭精英赛上的夺冠, 他才是孔雀妖族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而他之所以没有去参加祖庭精英赛, 是因为在那之前, 他已经杜绩成功, 成就了神级, 也是美公子之前, 孔雀妖族最年轻的妖王级强者。 而此时此刻, 他所有的记录都已经被美公子打破了。 你是谁? 美公子淡淡地问道, 今年脸上表情一僵, 他竟然问自己是谁? 也就是说, 他不认识自己, 是真的不认识还是故意这么说的。 气血奔勇, 金光声腾缭绕, 一顶同样凝实的灿金色王冠已经浮现在了他头顶之上, 青年审声道, 我是汪令。 没错, 他也有孔雀金光, 只不过他的孔雀金光是金色的。 父亲本是想要让我等到你经历过多场挑战之后再上场的, 但是, 我觉得那样对你来说不公平, 对我来说也不公平, 会影响到我修炼的心境。 所以, 我第一个上来了, 我希望是你第一个挑战者, 同时也是最后一个。 唯有如此, 我才会认为我有资格站在你现在的位置上。 第638章顺秒, 汪令平静地说着, 是的, 这是属于他的骄傲, 作为孔雀妖族年轻一代一直以来都被认为的第一人, 孔雀妖族内部, 哪怕是王族的年轻一代见到他也都是毕恭毕敬的。 他天赋卓绝, 12岁就诞生了孔雀金光, 但却从未懈怠, 一直刻苦努力。 汪涵在他16岁的时候就告诉过他, 他是孔雀妖族年轻一代最优秀的, 未来, 是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组长的, 而孔雀妖族面临的是来自于祖庭的压力, 唯有出现一位皇者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汪令也一直以此为己任, 刻苦修炼, 终于在一年半之前突破成就妖王, 并且凝聚出了孔雀金光。 拥有金光就有继承权, 所以, 他一直都是金光王储。 只不过因为不是王族, 排名之前要在美公子之后, 但是, 在汪令心中, 其实一直都没有将美公子当作是竞争对手。 一个是因为他是混血, 另一个也是对自己实力的信心。 可是,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短短的一两年时间, 孔雀大妖王先是带着美公子闭关修炼, 又通过了祖地的考核执掌天机灵。 这才让王妃, 汪涵他们发现, 孔雀大妖王竟然真的有心将族长之位传承给美公子这个混血的后代。 汪令也是在那个时候才注意到了这个妹妹, 尽管在很早之前汪延就曾经跟他说过, 美公子实力不弱, 但那时候汪令也并没有在意, 他从来都不认为在同龄人之中有能够和自己抗衡的存在。 但是, 现在不一样了, 今天, 他已经站在组长的传承位置上, 汪令也得到了汪涵的通知, 白鸟朝阳有可能是最终的机会。 本来挑战者是没有安排汪令的, 因为汪令是妖王级别, 而美公子是九阶。 原本的几十个挑战者却都在美公子进阶妖王的情况下失去了资格。 妖王还有, 汪涵刚刚还传音让儿子等到最后再出场, 但是, 汪令却等不了了。 内心的骄傲让他第一个站了出来, 如果不能在公平对决的情况下战胜梅公子, 他又有何颜面来争夺组长的位置? 他的心境也不允许他做一个减便宜者。 请, 美公子没有和他多说的意思, 在他眼中, 无论是谁都是对手, 战胜对手就是了。 后面还不知道有多少场挑战, 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高台的面积并不算太大, 远远不能与祖庭精英赛的比赛台相比, 但地面本来也不是他们这个级别的强者战斗的地方。 荧光闪烁, 几乎是瞬间, 两道身影就已经升腾到了半空之中。 不得使用天机灵, 王妃的声音传来, 天机灵是镇足神器, 同样都是空间的操控者, 拥有天机灵的优势就太大了。 但实际上, 天机灵已经认竹美公子, 而鸟朝阳也并没有规定不能够使用神器的。 在喊出这句话的时候, 王妃本来是认为孔雀大妖王会阻止自己的, 但令她惊讶的是, 孔雀大妖王根本什么都没说, 依旧抓着她的手。 此时, 王妃才隐隐感觉到, 孔雀大妖王的手掌有些冰冷, 似乎不复往日的温热。 她下意识地看向丈夫, 却听到她有些感叹着说道, 没用的。 同样升空, 两道身影同时显现而出, 头顶之上, 分别有着金色的孔雀金冠和白金色的孔雀金冠, 十分的绚丽。 王妃向美公子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美公子右手指天, 一头黑发无风飘扬, 驾一瞬, 天空瞬间就暗了下来, 整个孔雀妖族的古堡都被一片黑暗所笼罩。 唯有点点星光缭绕, 汪令微微一愣, 斗转心仪, 她竟然已经掌握了斗转心仪吗? 她刚刚才参加完祖庭精英赛, 那也就是说, 应该刚刚渡劫才对啊。 这就已经掌控了神迹了, 对于美公子祖庭精英赛冠军的身份她并没有太过在意, 在她看来, 连这个妹妹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如果自己没有成就神级, 也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但在此时此刻, 她的心头却变得凝重起来。 斗转心仪, 可不是随便就能用出的, 当然, 她也会, 本战首发, 最快更新, 荧光暴涨, 一根孔雀灵出现在汪令手中, 头顶上的金冠也迸发出夺目光彩, 顿时, 黑暗的天空中, 星光变得越发明亮起来。 两名都会斗转心仪的对手, 在施展斗转心仪的时候, 首先就是对那星光的争夺, 也就相当于是对空间元素的争夺。 美公子依旧右手指添, 下一瞬, 光令突然恍惚了一下, 美公子头顶上那白金色的冠冕突然光芒大放, 一股佩然浩瀚的神石骤然以她为中心荡漾开来。 光令只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身上剥离了出去似的, 整个身体都随之一空, 下一瞬, 她的身体竟然开始凭空下坠, 不得不释放出孔雀翅膀这才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一道道银色光带在空中凝聚成形, 环绕在美公子身体周围, 悄无声息地向她的郊区融合而去, 那光带渐渐化为炫雾一般, 环绕在她身体周围旋转着, 而汪令身上却早已是暗淡无光。 美公子看着比自己位置低一些, 凭借着翅膀在飞行在空中的汪令, 只向天空的右手缓缓落下, 一直点向汪令。 汪令下意识地抬起手中孔雀灵, 催动血脉之力就要施展自己最拿手的能力。 但是, 下一瞬她却发现, 自己的血脉就像是冻结了一般, 竟然丝毫调动不起来。 更可怕的是, 周围明明有着无穷的空间元素, 但却没有一丝空间元素肯听从她的命令。 她整个人几乎是在下一刻就已经僵硬在了 半空之中, 荧光缭绕, 无法再动弹分毫。 荧光一闪, 她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然是在台下, 就在众位长老面前, 身上的空间枷锁依旧令她无法动弹分毫。 半空之中, 美公子微微醋眉, 她自己其实也有些惊讶。 就这, 就这水平还挑战我, 这要比当初在参加组停精英赛面对强敌的时候容易得太多太多了。 刚要开始战斗的时候, 她是呼唤的空间之力, 让自身与空间之力相融合, 然后她就感受到了对方也在试图引动空间之力, 甚至是争夺她的斗转心仪。 然后她就很自然地去牵引所有空间之力为自己所用, 再然后, 就剥夺了对方的空间之力。 是的, 直接剥夺了, 汪令在她面前, 根本一点空间之力都无法引动。 这在同一属性的层面上, 叫做层级压制, 也可以说是血脉压制。 同样是空间的掌控者, 对方在她面前都失去了对空间的一切掌握, 那还怎么打? 最简单的空间束缚, 就让汪令直接回归地面, 战斗结束。 全场瞬间鸭雀无声, 恐雀妖族的人, 都知道汪令是谁, 也知道她的天赋有多好, 实力有多强, 名副其实的年轻一代第一人。 外族就算不知道汪令, 也能看出她是一位妖王级别的强者啊。 但是, 同样是妖王, 只是一个照面, 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这是怎样的实力差距啊? 这是绝对的碾压。 第639章空间元素史, 无论是王妃还是汪寒, 此时此刻脸色都是一片苍白。 一直以来, 他们都认为今天最大的阻力会是孔雀大妖王。 所以都在以各种族中的方式来想办法制约她。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美公子的实力竟然已经强大到了如此程度。 当她在操控空间元素的时候, 身为大妖王的他们都能感觉到那宛如空间使者一般对空间元素的召唤。 还有那强大的神石, 都已经超出了他们对妖王的认知。 尤其是在空间属性方面, 她似乎已经与空间元素融为一体, 无分彼此, 是空间元素真正的使者, 是空间元素的一部分。 空间元素那种对她的亲切感, 是赛场所有孔雀妖族们都没有感受过的。 这看上去十分简单的一战, 却是如此的震撼。 汪令在所有妖王级别的孔雀妖族之中不是最强的一个, 有老牌的妖王应该比她更强。 但是, 也绝对不是最弱的一个啊。 在美公子面前, 汪令甚至连空间元素都调动不了, 那孔雀妖族之中还有谁能够与她争锋? 大妖王上去, 能够抢得过她对空间元素的掌控吗? 而且, 她根本都没有动用天机灵啊。 如果唐三在这里, 那么, 唐三就一定明白, 此时的美公子, 对于空间元素的掌控已经到了未面层级。 就是说, 她已经是这个未面之中, 最亲近空间元素的存在了。 就算是未面之主在这方面都已经无法再压制她与空间元素的亲近。 六合八荒金煞结确实是无比的强大和恐怖, 以美公子原本的修为是没办法度过的。 但当她真的度过之后, 对于未面本身来说, 下意识的都会认为她已经不再受到未面的影响了。 空间元素更是直接认她为主, 这已经不单纯是孔雀妖族的血脉问题。 美公子在杜劫成功, 以人类血脉为主导之后, 唤起的那一点神性不止是这个未面的, 还有修罗神剑带来的, 她属于前世的一些神异存在。 空间一脉, 再没有谁比她对空间元素更加亲近。 汪令的实力当然没有那么差, 如果她是其他属性的能力, 美公子就算能赢, 那也还是要战斗一会儿的, 但是, 空间属性, 还同样是孔雀妖族, 绝对的属性压制让她根本就发挥不出自己的实力。 这才是真正的空间掌控者, 美公子默默地感受着空间元素在自己身边的欢呼雀跃, 她对自己突破后的实力又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直到现在, 她其实都还没有将雷杰带给自己的彻底消化, 而伴随着认知的变化, 消化的速度似乎提升了一些。 当她缓缓落在高台之上, 重新回到了之前孔雀大妖王所在位置的时候。 孔雀妖族这边, 已是鸦雀无声, 尽管所有孔雀妖族都对那匪夷所思的一幕不敢置信, 可是, 事实摆在眼前。 孔雀大妖王扭头看向王妃, 也看向那些长老们, 淡淡地道, 还要继续吗? 要不要上去一位大妖王试试, 本站首发, 最快更新, 在绝对的空间掌控面前, 上去一位大妖王, 又能发挥出多少力量呢?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轻, 那天当美公子度节成功, 孔雀大妖王在带着她和唐三回归的时候。 尽管美公子当时是昏迷状态的, 但孔雀大妖王却能清晰地感受到, 空气中的空间元素就像是在守护着她们的主人一般, 不断地浸润着美公子的身体, 哪怕是对她, 空间元素都因为美公子的存在而有些排斥。 此时的她, 已经是最为纯正的元素肢体, 而且还要比元素肢体更高一个层次。 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元素史, 身为元素史, 在自己领域的这种元素之中,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任何属性的元素, 在同一位面之上, 能够出现的元素史就只有一位。 而同属性的存在, 面对元素史的时候, 根本就不可能掌控得了这种元素。 美公子虽然境界只是妖王层次, 但面对同族的时候, 他甚至能够成为凌驾于大妖王层面的存在。 哪怕是孔雀大妖王自己, 都不认为现在的自己能够战胜美公子。 连本元的属性都无法顺畅调动, 这怎么打? 所以, 对于族中内卷, 他在回来之后就从来都没有担心过。 延长五天时间算什么, 那只是为了让女儿更好的休息一下, 调整好状态。 族中的质疑又算得了什么? 在一位空间元素使面前, 他们有什么计划都是枉然。 要知道, 哪怕是当今的众位皇者, 都没有任何一位能够成为元素使。 就连那勇士焚天不死大妖皇都不行, 都没有达到火元素使的层面。 可想而知, 美公子现在在空间元素的地位有多高, 作为空间元素传承的孔雀妖族在他面前有多么脆弱。 但反过来说, 在他的执掌下, 如果孔雀妖族万众一新, 那么, 所有孔雀妖族的提升都将比以前快得多得多。 杜结之后的美公子, 已经彻底蜕变,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元素使这个层面的存在。 六合八荒金煞结相当于是帮他冲破了魏面束缚, 才有了这样的层次。 这也意味着, 他度过的天结, 乃是当时所有杜结成功者所面对过的最强雷结。 孔雀大妖王正是有了这样的判断, 对于今天的内卷根本是毫不在意的。 此时此刻, 他依旧握紧王妃的手, 但却更像是在支撑着他的身体, 不让他因为眼前的这一幕而刺激过度。 下一位, 美公子站在高台之上, 俯视着孔雀妖族的族人们。 下一位, 汪令一个照面就败了, 还哪来的下一位? 王妃脸色苍白, 甚至是有些摇摇欲坠, 他虽然不知道美公子这元素史的身份, 但作为皇者后代, 也是见多识广的。 眼前这样的美公子, 就算是大妖王都不一定能够战胜啊。 管怎么继续, 白鸟朝阳在此时甚至已经成为了笑话, 既然外族可以, 不如, 我来试试。 正在这时, 一个带着几分冰冷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一道身影从观离者之中飞射而出, 当他出现的时候, 顿时空气中的温度都随之下降了许多。 一双绚丽的蓝色双翼张开, 只是拍动了一下, 就已经登上了高台。 这时一名外表看上去较为年轻的男子, 他登台而上, 看着美公子的目光带着几分奇异的光彩。 孔雀妖族的三长老看到这位, 不禁瞳孔收缩, 下意识地道, 冰凤族。 那标志性的蓝色翅膀是别的种族所没有的。 年轻男子轻笑一声, 白鸟朝阳, 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白鸟之王凤族呢? 冰凤一脉, 胡梦宇, 前来挑战。 美公子的眼神顿时变得冰冷起来,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耳中传来了孔雀大妖王的喘音, 不要杀。 美公子微微一愣, 确实, 在刚刚那一瞬, 他心中已经升起了杀机。 胡梦宇看向台下的孔雀大妖王, 脸上依旧是笑容满面的道, 孔雀大妖王, 不知我是否可以挑战呢? 孔雀大妖王淡淡的道, 可以, 第六百四十张龙中鸟, 此言一出, 孔雀妖族不禁都是吃了一惊, 但也下意识地升起了好奇之心。 台上这位未来的组长对空间元素 似乎有着极强的控制力, 那么, 在面对其他属性的时候, 又会如何呢? 胡梦宇转向美公子, 那就让我来试试。 请, 美公子并不愿意和他过多的交谈, 做出了紧的手势。 胡梦宇双眸瞬间化为冰蓝色, 甚至都没有腾空, 脚下一道道冰花一般的蓝色光纹 已经是瞬间扩张开来, 将他和美公子的身体笼罩在内, 极致的寒气澎湃而出。 寒冰领域, 虽然他表面看上去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 但他之前也看了美公子与汪宁之间的战斗, 可是不敢有丝毫大意, 一上来就动用了领域层次的实力。 敢于上台挑战自然是有底气的, 冰凤一脉也是一级血脉, 他自身更是妖王巅峰层次的强者。 他对于美公子的认知甚至要比孔雀妖族更加深刻和清晰, 甚至在祖庭都是看过美公子参加的精英赛的。 所以他也很清楚, 美公子就算是成就了妖王层次, 也只是刚刚成就不久的时间。 以他妖王巅峰的境界, 不逊色的血脉, 应该是有把握的。 但是, 下一刻, 他的脸色就变了, 他的寒冰领域确实是将自己和美公子全都笼罩在内, 用骤然下降的温度去冻结美公子。 可是, 就在他领域释放开来, 甚至不顾台下官吏者的释放含义的时候, 眼前却是一花, 景物再次清晰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半空之中了。 也就是说, 在他动用领域的情况下, 他自己以及他的领域, 都被美公子直接传送到了空中。 看上去还是双方一模一样的在对战, 可对方竟然是凭借着空间元素带着他一起升入了空中。 但胡梦宇的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虽然因为对方的空间掌控吃了一斤, 却没有半分的迟疑, 空气中的每一点水元素都在瞬间化为冰针, 以美公子的身体为中心, 瞬间传射。 美公子静静地悬浮在那里, 身体周围, 银色光带缭绕, 那一根根冰针在穿过那片片荧光的时候, 就像是走错了路一般, 掉头而回, 竟是全都朝着胡梦宇传射而来。 都转心于, 您, 胡梦宇冷喝一声, 冰针纷纷凝制, 下一瞬, 所有冰针几乎是同一时间全都炸开。 带着强大的爆炸力, 封锁了美公子周围的所有空间。 胡梦宇自信自己的修为肯定是在美公子之上的, 就算在元素掌控方面不如对方, 那就以力压人。 但是, 就在那爆炸的中心, 美公子却是凭空消失了。 胡梦宇眼中闪过一抹震惊之色, 不可能。 自己的冰暴分明已经将周围的空间都炸裂了, 他怎么可能传送离开? 本站首发, 最快更新, 他不知道的是, 他刚刚眼中的美公子就是真的吗? 去空之中, 一道道美公子的身影凭空浮现, 出现在胡梦宇的四面八方。 每一个美公子都抬起手, 牵引着一条银色的光带, 一时间, 暗空之中, 满是渲暗银光组成的光影。 冰元素被瞬间传送离去, 在这一条条银色光带内部, 构成了一个冰元素的真空。 胡梦宇瞳孔收缩, 背后双翼猛然拍动, 本源血脉引动。 一点点真灵之冰从凤凰双翼之中飘荡而出, 所过之处, 空间纷纷冻结。 他自身也是瞬间冲入那冰层之中, 美公子双手一圈, 封锁, 他清冷的声音在场每一位都能清晰地听到。 然后他们就看到, 那一条条原本柔软如棉的光带, 突然化为坚实的银色光柱, 胡梦宇瞳的一声, 身躯就撞击在了光柱之上, 竟是被反弹而回。 更是惨叫一声, 身上留下了一道撕裂的伤痕。 那一根根银色光柱不只是银色那么简单, 还带着一道深邃的黑色。 那是空间割裂留下的痕迹。 而诡异的是, 原本最不稳定的空间割裂, 此时剑势就组成了一根根主子形态, 构建成了一个牢笼, 将胡梦宇这只冰凤封闭在其中。 胡梦宇疯狂地发起冲击, 但他此时根本无法引导外界的冰元素, 所有冰元素全都被空间元素隔绝在外, 他只能凭借着自己的本命冰临在发起攻击。 而那空间囚龙却是无比坚实, 在场的孔雀妖族都能感觉到, 每一根空间牢笼的主子 在在吸收着外界的空间元素补充自身, 虽然被冲击得不断晃动, 却就是江湖梦宇封闭在内, 无法冲出。 甚至这囚龙还带有一定的斗转心仪特性, 化解着强大的冲击力。 美公子只是悬浮在那囚龙上方, 一条条银色光带不断地轻轻抽击在那囚龙上, 就维持着囚龙圆状。 高高在上的孔雀, 囚禁着骄傲的凤凰, 这一幕看得不少老一代的孔雀妖族 都不禁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孔雀妖族和凤凰妖族一直都是素敌, 眼看着素敌被如此困住, 甚至是宛如龙中之鸟, 怎能不让他们热泪盈眶呢? 这一幕, 也让在场的孔雀妖族第一次在心中 开始接受了这位新族长了。 实力, 在妖怪族之中永远是最重要的, 脚踏囚龙, 他缓缓下落, 落在了高台之上。 尽管真正的强者都看得出, 想要维持那囚龙的存在, 美公子需要不断地注入空间之力来持续增强, 想要真正杀死里面的冰凤妖王胡梦语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从场面上看, 对于孔雀妖族来说, 实在是太让他们热血沸腾了。 孔雀脚踏凤凰, 这是多少年来的期盼, 而此时此刻, 就呈现在他们面前。 凤凰族的妖王绝非普通妖王级别强者所能比拟, 但却依旧是在短时间内败在美公子手中, 这意味着, 他虽然是刚刚度节, 但哪怕是在妖王级别强者之中, 也绝对是顶级的存在, 并不只是因为能够压制本族血脉才战胜汪寒之子, 他是真的强大。 美公子的年龄并不是什么秘密, 哪怕是现在, 他也还不到20岁, 不到20岁的妖王, 这在整个孔雀妖族的历史上似乎都是第一次出现的, 而且更是如此强大。 如果说祖庭距离太远, 祖庭金英赛只是提振了他的名声, 让家里成的大贵族们广而得知, 那么, 现在, 当着所有人的面, 梁肠与妖王之战, 却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实力, 更重要的是, 潜能。 毫无疑问, 他已经向所有强者证明了, 他的皇者之姿。 真正能有这样抵蕴的年轻强者在整的妖怪族和金怪族之中能有多少? 不过几十位而已, 虽然并不是每一位都能成就皇者, 但可以说, 未来的皇者必定会在这些位之中出现, 而对于孔雀妖族来说, 几百年间, 这是第一位拥有皇者之姿的存在啊。 他带来的是真正的希望, 冰凤妖王胡梦宇依旧在愤怒地挣扎着, 但无论他如何挣扎, 却始终无法冲破那空间的束缚。 虽然妖王的战斗力持续能力很强, 但在持续的被空间元素压制消耗下, 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他耗尽了力量真正的失败。